日本人的電影 經常要貓狗做主角 鬆毛犬小威的主角 滑沙鱷 滑沙鱷現時所居住的 是一家位於深澤町的菊菊魷魚店 小店有兩位女士在敲魷魚 魷魚味籠罩著整間木屋 來到這裏大家都會買一份烤魷魚 一邊吃一邊聊滑沙鱷玩 店員說滑沙鱷本身的下小屋是在屋外面 冬天太冷 它就會窩進來睡覺 滑沙鱷是隻秋田犬 樣子不算討好 小時候還曾經被人遺棄 幸好它遇上好心的菊菊婆婆 自此扭轉了狗身 除了拍電影 做明星狗 亦都曾經做火車站站長 觀光大使 還娶過狗老婆 狗身 比人還要精彩 可惜的是 婆婆和狗老婆都先後離他而去 他亦都自此變得沉靜 現在12歲的他 已經是一隻老狗 事實上 他亦都有幫補加計的 就是出賣自己的精品 每一款的物件都有狗樣 到底這些收入 夠不夠養活他自己呢